第六百四十几 石雄两只手掌轻轻一动 庞大的力量凝固了虚空 在这种庞大力量的影响之下 张叶的速度正是大大变满 形势更加的危机 张叶这时候终于展现出惊人的本事 它就像是一道只字形的闪电 在石雄的庞大力量之下 快速绝伦地飞行着 寻找着一线生机 石雄的力量雄魂如大地 如同天王一般严密 但再雄魂的力量 再严密的王也是有薄弱之处的 张叶现在正是凭着 天意鸣心诀里面的妙诀手段 巧妙绝伦地 把握到力量的薄弱之处 再雄魂的力量也奈何不了它 由于 师兄感觉到 张叶就像是一条灵活的鱼儿 而它就像是一头蠢笨的狮子 狮子虽然拥有无穷的力量 但却无法奈何水底下面的鱼儿 师兄 你的战斗力果然净人 不过 你的战斗力再强大 也无法奈何得了我 张叶一声长啸 竟然硬生生地摆脱了师兄的力量 眨眼间消失不见 师兄在力量之上 远远超过了张叶 但他的速度 却无法和张叶相比 见到张叶消失在天边 师兄咆哮了一声 哼 这个小世界并不大 张叶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你等着 人族圣殿之中 眼见代表着张叶的红点远去 羽猎天的眼睛陡然等大 不敢置信地叫道 这个张叶 实力果然不凡 在面对着这种强悍的异族强者 居然能够逃跑 黎火风也是一脸的惊喜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张叶已经领悟雷之玄奥和风之玄奥 素得之快 冠绝同辈 他现在很可能就是凭着这两种玄奥 逃出一族强者的轰杀的 张叶 乃是两位统领选拔出来的青年巨头 如果一开始就被一族强者杀掉了 两位统领也要脸上无光 见到张叶成功逃离 黎火风和羽猎天这两位统领都松了一口气 黎火风和羽猎天刚刚松了一口气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叶虽然逃了一命 但他已经身受重伤 战斗力大大下降 百族争霸战危机重重 一族强者环伺 张叶身受重伤之下 随时都有丧命的威胁 绝对无法进手到第二关 说话的人 乃是一个身披铠甲的紫面壮汉 此人方面阔口 手脚粗壮 庞大的身躯之上 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黎火风目光微微一闪 缓缓地说道 青川上人 你很希望张叶死掉吗 青川上人淡淡一笑 正好相反 老夫希望张叶能够活下来 顺利地返回蛮荒世界 如此天才 老夫都想指点指点他 黎火风和雨裂天的眉头均是一种 这青川上人 原名叫做花青川 乃是花家的强者 张叶两次燕戈桃花临人 已经狠狠地得罪了花家 这青川上人嘴里说要指点指点张叶 但实际上只怕是想狠狠地折磨张叶 黎火风微微摇头 施展出灵魂交流之处 朝着雨裂天说道 看来花家已经注意到张叶了 这张叶就算是再天才 被花家惦记上了 只怕也是死路一条 嗯 花家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仅仅是领导强者 就有数十人之多 张叶得罪了这个庞大的家族 绝对是九死一生 即使我们也救不了他 那现在能够救下张叶的 就只有他自己了 如果张叶在百族争霸战之中 能够闯入到第七关 自然就会得到人族圣殿的保护 即使是花家也无法奈何 如果他无法闯入到第七关 他的下场只能是陨落 雨裂天没有出生 参加百族争霸战的强者 有三百多万 要想从三百多万强者中 脱颖而出 闯到第七关 这种难度 简直无法想象 张叶修炼的时间比较短 连领导都没有进入 要想闯入第七关 期望更是渺茫的可怜 战场之中 张叶瞬间飞出了三万多里 终于松了一口气 放慢了速度 张叶的心念微微一动 想要 打开火灵界 返回到火灵界疗伤 这时候 张叶吃惊地发现 这个上古战场竟然隐隐地压制着火灵界 他根本就无法返回到火灵界里面去 火灵的声音在张叶的灵魂中响起 主人 你不用试了 你无法返回到小世界之中的 这个上古战场 很可能就是一个上古大能开辟出来的 蕴含着一种奇异的力量 隐隐压制着火灵界 以你现在的实力 是无法打破这种压制的 张叶摇摇头 既然无法返回到火灵界 我就找一个地方 先恢复实力再说吧 张叶找到一个小山丘 在小山丘外面 布置了一番之后 钻手到里面去 拿出了一块零石 开始恢复天鹤正气 一天之后 一种强大绝论的力量 回荡在张叶的体内 张叶虽然牢牢地控制着这种力量 但依然有一丝力量 从体内泄露了出来 整个山丘猛然炸开 张叶飞出百丈之外 默默地运转着天鹤正气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异之色 奇怪 奇怪 短短的一天时间 我的力量不但完全恢复了 而且还有一丝精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张叶默默地回忆 突然 心中一动 这个战场之中 处处都弥漫着一种铁血气息 难道 是这种铁血气息 让我的力量精进了 火灵这时候若有所思地说道 听说一些上古大能 开辟出来的小世界 能够一步步地激发修炼者的潜力 在这种小世界之中 战斗得越厉害 收获也就越大 这个战场 弥漫着一种铁血气息 显然 鼓舞战斗 战斗得越多 收获也就越大 哦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我距离领导越来越近了 希望能够在这里 突破到领导之境 突然 一种奇异的声音 出现在耳边 随着声音 张叶身旁的一片森林 竟然瞬间活了起来 一颗颗的树木 就像是一个个的巨人 猛然间锁定了 上下四方 张叶目光一宁 缓缓地说道 树族人 不过 这片树林 乃是一个死去的树族强者所化 一感应到生灵 就会发动攻击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修炼到灵道的强者 即使是死亡了 神区依然能够残留万年之久 如果机缘巧合的话 神区中的精血和毛发骨头 甚至能够演化成另一种生灵 数万年以前的强者刀军死亡之后 他的每一根头发都能够化成一条蛟龙 神奇到极点 一条条光滑如粗大的树根 就像是一条条可怕的蟒蛇朝着张叶延伸过来 与此同时 一根根粗大的树枝 就像是一条条巨大的手臂 刹那间朝着张叶抓来 要把张叶撕成碎片 张叶摇摇头 两只手掌骤然一扬 一团团的青色火焰 骤然从他的手掌上发出来 瞬间就落到了森林之中 火焰落到树人的身上 灯石疯狂地燃烧起来 树人发出了一声声的怪叫 本能地扑打着身躯上的火焰 但这种火焰 蕴含着一丝火之玄奥 饶使树人强者再厉害 也是无法扑灭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火焰 燃烧着自己的身躯 树人强者在几个眨眼的时间里 就被火焰化成了灰烬 张叶离开山岳 选定了一个方向 慢慢地赶路 战场里面充斥着种种的灵兽 每一头灵兽的战斗力 都不比张叶低多少 一些实力特别强大的灵兽 战斗力堪比灵党二重强者 张叶远远地感应到他们的气息 立即就要退比三射 张叶选择一些实力接近的灵兽战斗 开始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刀法和天和正气 第一天 张叶斩杀了一头灵兽 这头灵兽的战斗力堪比灵到一重的强者 张叶整整战斗了两个时辰才成功战杀 第二天 张叶又斩杀了一头灵兽 这头金金紫毛兽的战斗力 比张叶还要强大一些 张叶施展出种种的手段 慢慢地削减这金金紫毛兽的实力 整整花费了三个时辰的时间 才把这头实力恐怖的金金紫毛兽斩杀掉 第三天 张叶继续找灵兽战斗 这一次 张叶碰到了一窝可怕的毒蜂 这种毒蜂只有指头大小 飞行的速度快如闪电 体内蕴含着可怕的剧毒 每一只毒蜂都堪比半步灵到强者 张叶连连施展出火之玄奥 花费了整整六个时辰的时间 才把一窝毒蜂杀掉 在张叶疯狂杀戮 疯狂战斗的时候 进入到战场的上千个强者 也发现了战斗可以提升实力的秘密 他们也开始疯狂地杀戮和战斗 在战场的西面 一个全身金光闪闪的天鹏族强者 嘴里发出了一声声的怪笑 两只爪子疯狂地抓下去 把一头灵兽硬生生抓碎 吞到肚子里 在一处荒凉的废墟之中 一个眼睛闪着血光的血精强者 两只眼睛骤然射出两道可怕的光芒 瞬间把前方的一头灵兽轰杀 血精强者发出一声声嘎嘎的怪笑 把灵兽的内丹拿出来 一口吞下到肚子之中 然后满意地拍了拍肚皮 真是太好了 我要杀光这个战场里的强者 我要一口气闯到第九关去 为我们血精族争取大气温 一个浓密的森林之中 师兄覆手而立 在他的脚下 一头身躯庞大如山的灵兽 正不断地流淌着鲜血 师兄看了一眼脚底下的灵兽 目光之中闪出一丝异彩 喃喃地说道 越是战斗实力就越是强大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不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 张叶这种小蝼蚁 对我毫无威胁 我就让他多活几天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 张叶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铁血气息的影响之下 张叶的修为突飞猛进 距离领导越来越近 而他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大 同时和两头灵兽战斗 也可以从容地周旋 半个月之后 张叶刚刚斩杀了两头灵兽 突然感觉到体内的天和正气 一点都没有衰竭的现象 反而源源不断 滔滔不绝 张叶的心头微微一动 天和正气源源不断 滔滔不绝 我立即闭关一趟 进入到灵道去 张叶来到了一片绝壁之处 把绝壁周围的强大灵兽 一一清理之后 再开辟出一个小小的洞府 进入到闭关状态 张叶体内的天和正气 正在发生着一种奇异的变化 这种奇异的变化 就是沸腾 水到了一定的温度就会沸腾 就会化成气 天和正气 积蓄到了一定的地步 也会沸腾 蜕变成另一种力量 天和正气沸腾间 一次次博杂的力量 被抛出体外 留下来的 乃是张叶辛辛苦苦修炼而来的 最精纯的力量 张叶体内的天和正气 慢慢地变少 如果说 以前的天和正气 是一条大江 气势雄浑 那么 现在的天和正气 就是一条 欢快流淌的河流 天和正气 虽然没有以前雄浑 但却比以前 要精纯百倍 这种情况之下 就像是一个胖子 甩掉了一身的坠肉 变得精壮 天和正气 虽然变得极其精纯 但张叶 仍然有些不满意 他的心念微微一动 低声喝道 霍灵 借助你的凤凰 争火一用 火灵应了一声 凤凰真火来了 你小心 一团团的火焰 骤然出现在张叶的丹田之中 这团小小的火焰 正是火灵 辛辛苦苦修炼出来的 凤凰真火 凤凰真火 可以焚烧世间万物 也可以净化世间万物 张叶让火灵出手 正是借用他的凤凤凰真火 用凤凰真火 来淬炼自己的天和正气 让天和正气 真真正正融合为一体 一丝丝的天和正气 进入到凤凰真火之中 凤凰真火无声无息地燃烧着 把天和正气里面的杂质 一一地焚烧掉 一般来说 越是精纯的力量 越是可怕 张叶修炼的天和正气 汇聚了种种的力量 虽然功法奇特 但说到底还是不够精纯 远古龙力 远古象力 远古凤力 等等等等 种种的力量 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到一起 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来 正是这个原因 张叶和绝世天才战斗的时候 无论是力量还是肉身 都占不到优势 即使他的身躯 经过了凤凰真火的淬炼 也无法压制同辈的绝世天才 更加无法和那些武道天骄 相提并论 张叶的悟性过人 他早已经注意到天和正气的弱点 所以张叶要趁着这一次机会 把天和正气淬炼再淬炼 用凤凰真火 把种种的远古力量 真正地融合起来 形成一种全新的 却又完全属于他的 真正的力量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